Uber股价的风险和机遇 欢迎大家收看本七购Markets独家纪录 Uber的股价受到疫情 加州22号提案的影响 股价被持续打压 去年Uber和Lift、Dordash等公司 投入了2亿美元支持22号提案 允许他们在加州不再将司机视为员工 而是视为独立承包商 网约车司机是承包商 那就是商业合作关系 司机是员工 那就是劳动合同关系 近期 加州高等法院法官的一项新裁决 将司机视为独立承包商的做法无法执行 公司可能被迫花费数亿美元 为司机支付医疗保健福利费等等 使得他们独立员工的运转模式变得更加复杂 成本会飙升 利润率会受到打压 此项裁决的宣布 使得公司的股价进一步下跌 但是该倡议的支持者已经表示 他们将对法院的决定提出上诉 自成立以来 Uber一直享受着指数级的增长 但是随着市场趋于平缓 开始面临就业方面的监管 竞争压力增加 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 对该公司的一些做法进行进一步施加压力 近期 摩根斯丹利把Uber列为了除FAANG以外 最具投资价值的股票之一 分析师Brian Nowak给出了每股72美元的目标价 超出了近日收盘价的75% 并给予了增持评级 摩根看好Uber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Uber很大概率将在今年第四季度 给出正的EBITA 可能会改变该股的整体前景 这对Uber而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拐点 移动出行领域在价格提成率 盈利能力等方面都将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 目前的估值仅仅是略微高估 年回报率是中性的 像Uber这样的公司 未来增长是几乎肯定的 但如果监管机构对该公司施压 所导致的一系列不利因素 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 公司很难在股价上走强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8658-0602 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